2019年最佳美籍獎得主是岳東華 該年內外野兩邊跑的他 也展現出他外野的守備能力 快速一方在飛鋪下去接球 讓主播前定員都嚇到大喊不可能 同時這也是岳東華生涯得到的 第一組個人獎項 還得到林哲軒的智藝 這太漂亮了 哇 滯鋒時間這麼久啊 對 這運動能力太恐怖了 因為右打者打左邊 那個球是會往左側的邊線炫的 會打出像